长时间低头使用手机导致肩颈三痛 或是久坐办公知识不良造成腰椎不适 是现代人的文明病 随着患者日益增多 以往以协助年长者复健为主的物理治疗 这项专业也逐渐为人熟知 他们原本在医疗业里站在第二线的位置 但现在积极地成为预防医学的一部分 协助患者回归原本的生活机能并预防失能 可以说是病人往健康迈进的幕后推手 嗨 大家好 我是陈渊琪 我是陈兴物理教所的院长 也是台北市物理教师工会的理事 物理治疗是一个改善人们行动力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 那因为老年化社会的提升 然后人们对于自己 自我健康的意识的需求提高了 所以也因此对于行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为这样呢 所以物理治疗师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师李思汗 然后大家可以叫我李桑就OK了 好 今天的话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物理治疗师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什么又是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啊 基本上大家有在外面 像是扭伤啊 可能也有在复健科 骨科做过一些电疗 热敷 拉腰 牵引 那部分是大家比较常看到的 我们叫做仪器治疗 什么时候用到仪器治疗 像是你刚受伤脚踝扭伤 那个还肿的乱七八糟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贴一下电疗贴片 增加一下循环 让你消肿比较快 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所谓的徒手治疗 还有运动治疗的部分 OK 徒手治疗基本上是用我们自己的手 或者用我们学员患者的手 OK 给身体一点本体感觉的讯息 我用手摆在我特定的一些组织上面 有些组织我需要叫像肌肉或者韧带 刚拉伤的一些地方 我需要教他怎么去活动 教他怎么放松 教他怎么伸展以及延伸 徒手治疗或者我做一些脊椎矫正 带着哪一节脊椎真的卡住 我就用徒手给身体一点讯息 我教他这边要怎么动 可以徒手治疗的部分非常重要 好 再来的话我个人也觉得物理治疗师来说 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运动治疗 运动治疗的话基本上 我们要帮学员找出他最需要增加的是什么的功能 再来的话我要怎么慢慢的 透过不同的训练方式 让他达到那个功能 举个例子 像我们手上有蛮多的一些运动员 好 他除了来找我除了是疼痛以外 我帮他把疼痛减轻 我可能用仪器治疗 徒手治疗 接下来我要慢慢的用一点点运动 我教他肩膀在旋转肌群拉伤之后 要怎么去把关节活动起来 我要教他怎么用到他的肩膀 教他怎么去投球 教他怎么去用到整个胸椎活动性 这就是运动治疗非常重要的部分 帮他慢慢的恢复到他的目标的功能 让他运动表现也可以更好 疼痛也可以更少 这就是物理治疗的三大内容 徒手治疗 仪器治疗 还有运动治疗的部分 当物理教师的话 当然我们会遇到蛮多的挑战啦 简单说的话 挑战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挑战的话 我们当然需要帮每一个来找我们治疗的一些学员 我们帮他想出他怎么要完整的进步 他没有进步的话 是不是我少看了一些地方 是不是我还需要多学一些东西 他可能我们下班就没有真的下班时间 下班都还在翻一些文献啊 看一下怎么让学员更好 他没有进步的话 我们自己也会非常的depress 非常的沮丧 所以那也是我们一个很容易要自我负责 因为我们要帮他做到最好的 但我个人觉得挑战性也是一个很大一个冲劲的来源 对我来说 然后我一开始会进入物理治疗师这个专业的话 基本上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运动 我个人也有运动伤害 所以我那时候在外面的话单纯的做止痛的一些 像是打针指药我是无法让自己好的 所以我会想要真的教别人怎么靠自己的能力改善 所以我觉得当问题教师很有趣的就是 每天我都可以帮学员设计他独一无二的一些运动功能的一些强化的课表 基本上的话没有一个人来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罐头治疗啦 每一个人十个膝盖痛 那基本上我可能会评估到十一种不同的问题 可能会有100种不同的运动处方 基本上每个人我都会重新做一个评估 所以都很好玩我们有点像和我们的学员和我们的患者一起 像拼拼图解题的感觉 所以你会让目标就是让他 可不可以透过我每一次帮他带他做一点运动 带他做一点强化 让他的运动表现日常生活功能可以更好 这的话是我们每天像每天起床的时候最大的动机 他能不能改善 我要怎么尽全力全神贯注的让他改善 要成为一位物理治疗师 首先要具备的就是物理治疗师证照 那进入了临床职场之后呢 那因为我们需要常常跟病患沟通 了解他的病情 所以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基础的 另外呢我们要成为一位好的物理治疗师 就是要对个案都有充满好奇心 想要去研究他的病情跟他的症状之间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的好奇心会让我们更有热忱 去精进我们的专业技术 就能够成为一位良好的物理治疗师 如果你对物理治疗专业充满热忱 然后又符合上面的特质 欢迎你加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